一份份在地店家最熱銷的月餅 包裝精緻 準備要送到永和各個獨居老人家中 餅箱送秋暖心意的月餅製政活動 援起新北市副議長陳鴻源 透過分享月餅衍生出來想法 月園人團圓的中秋節慶 別讓老人家連個應景的糕餅都沒有 每次到這個時期就是 當然是有很多歡樂的時候 製政要大家過節 有些人因為環境的關係 它是獨居的 它需要我們大家去關心它 所以說我來做這個動作 是來拋磚引玉 也希望各位能注意周遭 每一位的長者 每一位的朋友 一份關懷的初心 一年接著一年持續進行 連續十年 永和區長陳宜君表示 永和老人比例高 高齡化的社會 獨居長者更需要關心 高敏暖心意 需要各界的力量加入 將以區公所致工 和更新醫院致工送餐的方式 送到老人家的手上 另外應景的高炳 更新醫院院長周濟群建議 傳統節日 偶爾食用甜點沒問題 三高患者還是得稍稍忌口 我們在永和地區呢 其實我們的老人人口已經將近百分之十九 已經邁入老人化的社會 我們希望對更多的長者 可以提供更多的照護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我們社會的溫馨 會有一點點這個甜食 讓整個心情更愉悅 並沒有特別的不好 那當然如果是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 那當然是我們更節制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需要健康的飲食 但並不是所有的享受都不行 我們要適當的量 適當的時機 月圓人團圓的中秋佳節 集合地方各單位 及眾人的愛心力量的月餅 相信能讓長者孤寂的日常 增添了節慶的開心 記者林立武制衡永和報導